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經常贏錢給你看的基金經理贏錢博業運動 我是朱瑞,今天是2023年3月3日星期六,牛市來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牛市來了 如果看了我們頻道的網友,應該都知道我們很少會說牛市兩個字 就算恆生指數升了8000點,我都不會當它是真正的牛市 為什麼我今天會這樣說呢?其實很明顯,我不是在說港股 無論如何也好,我們先回覆一下 上一回合提到兩件事,第一,恆子3月1日那棵不會傳著高位那麼差 後面應該有相對高的價位,昨天星期五已經有這麼高的價格 不要罵朱sir什麼都沒有說過 納子上次提到會雜幅這麼波動 你看到它仍是這麼像下拉鋸的位置 沒有一個真正的大型像下突破 不過我對納子的看法,今天就有些改變的看法 正確來說,就是3月2日那天有一定的改變 市場是信息萬變的,我也是同樣 不會死由一面頸硬好或者硬淡的 我們今天也會順便說說上升指數 近來香港的AH股票也同樣炒上去 所以我們今天也會說一說 好,我們去回廣播看一看 好多投資者,近年都多了接觸一件工具 就是奇權 或者就算沒玩過,起碼也有聽過 因為老實說,今時今日的市貨 只是單向持有證股,基本上很難賺食 牛紅證又容易打靶 大戶就將一些股指期貨沒有上沒有下 就玩到出神入化 要麼就暴跌心不見底 要麼就陰跌橫本玩足幾個月 根本都不知道方向是怎樣 要麼就突然爆升幾千點 頭都不回,完全都不給上車機會 所以現在只是做正股買賣 就很容易被人阻礙一巴巴 如果你懂得像大戶 或者機殼投資者那樣 一個手段的高明 運用其權的話 無論是什麼市況 你都可以處理到,也有錢賺 無論升市、跌市、牛皮市 暴漲暴跌也完全是有機會 又不用像牛紅證一樣怕打靶 而且回報再強調一次 可以相當誇張 我們這個影片一路播放的時候 就已經分享了六個大戶做期權的概念給大家看 如果你有興趣就知道這麼高 這六大招數的期權術 實際上是怎樣操作 以及怎樣在任何市況 去一個穩定的獲利 歡迎你點擊下面的報名連結 參加我們進階期權的教學分享講座 我們這個講座由於技術的含金量是比較高 所以不切網上講座 我朱sir只會在我們的講座場地親自和大家分享 馬上報名,費用全面 到時見 好,牛市來了 我們說什麼牛市 我們先講納市 以及當中美國科技的股票 我們先打開納市的圖表 先用技術的形態去講一講故事 如果我們只是看近日的走勢 你會看到有一個類似頭肩頂 或者是一個M型箱頂 之類的物體 這些壞東西 是不是好像以前那股呢? 不過直到過去兩三天 頭肩頂 就不停留下來 就不停留下來 而且如果我們再拉大一點的圖表 看來看 你會看到這個Bubbio底 之前我們一個月份 也有提過 大家都炒了一段 每個TQQQ 都會贏得很暴躁 但是來到今天 這個Bubbio底 是不是變成一個 更加強力支持的Bubbio型的頭肩底呢? 其實你如果覺得看法比較複雜 你可以開回周線圖 看看Bubbio型底 是否明顯 就可能更加清晰 如果這個是一個雙底型的頭肩底 後市就真的可以升得相對比較健康 當然圖表技術要確定這件事 前頂要升穿前頂 距離現在也有1,000點左右 但是我自己在這裏說得出 我覺得它上回2月份的前頂 起碼一步步先來吧 你上回前面2月份的頂部 是有一定的機會的 那機會也不小 技術分析就說完了 那基本面又行不行呢? 我們說的是又加息又衰退 但是經濟又很強勁 美聯儲局又很英 美元指數又很強勁 但是股市都不符合 我覺得表面上很多東西好像很矛盾 但是我覺得簡短來說 最重要的是加息 一件事始終都會最影響科技股的走劑 市場就炒預期 現在市場的預期是今年最後三次加息 加完之後就完結了 早兩天有一位美聯儲官員出來說 雖然他沒有投票權 但是市場應該都預期了最差的情況下 在這三次會議一共最多加勒 最差的是0.5、0.25和0.25 如果3月中真的加0.5的話 可能當晚震你幾百點或以上 但是震完之後 如果指數又回到1萬1千附近的位置 其實又變得便宜了 可能很快就上升了 如果3月中是0.25來的 這就是符合市場的預期 當然很多看淡的朋友一定不服氣 其實也沒所謂 我只是想說 如果3月中這一刻 他過到這一關 他就不會理你這麼多 可能相對有個浪就炒上去 可能炒到5月才再算 如果要出現一個轉角位 下次回落下來 可能就等到6至7月才會下跌 也不奇怪 今年包好友 相對水頭也挺鬆動的 我不知道你能否感受得到 反正我能否感受得到 淡吐也沒有上年那麼硬 當然如果升度太高 水平都可以壓下去 但overover的角度 你會發覺他真的相對沒有那麼硬 而且經濟數據始終每次出來都是強勁 就是CPI又橫行在這裏 橫行在這裏 下跌就不會太跌了 所以在矛盾的情況下 其中一邊的力量壓過另一邊 就會成為一個單邊置 總管仍然是看 究竟是加息力量較強 還是企業盈利的改善較強 最後我也想說回 是營利企業的 因為經濟強勁 也有機會令企業盈利升上去 我們要明白很多企業 已經是連續兩至三季 營利是順於預期 或有些同比或橫比倒退的現象 而近來大家看到 公佈業績企業相對不差 甚至有些是按同比或橫比的角度 營利已經開始回升 如果進一步是回升的速度 幅度的力量較大 即是可以戰勝 如果已經有預期的加息 是迫回上去也不明白 所以我們真的要看看 加息力量較大 還是營利增長的幅度較大 兩者可以拉鋸 好 看圖書故事 即是技術面就說了 再說回基本面 成份股又如何 要納子升 也要入面的成份股 是要肯升才行 難道大戶每天只買納子期貨 就不理會成份股嗎 我們說一下 三隻主力的股份 例如Microsoft 英伟達 Tesla Microsoft和NVIDIA 我認為今年走得強 背後的邏輯 一定與AI可持續性的 炒作有關 而作為主題 不知道你有沒有真正 用過CheckGBT 這件事實在是很強大 完全不是去年炒作 虛無緹緹 由頭到尾 由始至終都知道是廢 元宇宙 與元宇宙這麼低當值的物體 完全不是一個當值 當然基本面可以來我們講座 再詳細地和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先看看圖 Microsoft 圖形上基本上和大本 納斯達克走勢模一樣 所以你看到它似乎 同樣有W形狀 一般的頭肩體 而且Microsoft 基本面也不差 老實說 就算沒有CheckGBT 即使吃老本的角度 亦不會覺得 之前的業績 亦有美元逆風的關係 令到營收削了一副 美匯致數做一部見頂 亦會在往後的業績反映 另外 英偉達 如果我們用周箭圖的角度去看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頭肩體 技術形態上 通常如果是頭肩體 升的速度就會比較強 但是沒有W底是那麼穩 相對W底相對比較慢 這就是技術形態我自己的理解 所以在外面的角度 英偉達也在技術中 相對比較強勁 只要不跌穿200元 但如果在外面的位置 暫時仍然是一個上升 最後就是Tesla 不過關於Tesla 我已經做了一段很長的影片 很詳細地說 在投資者日中 有興趣的朋友 你真的去看看 看看整個分析和最後的結論 你早點看到 都已經幫助了你的投資 所以不要浪費了我們的心思 就去看看這段影片 而Tesla 在技術上 亦算是一個大型的頭肩底 不過它沒有那麼Solid 始終形態 也相對比我感覺 我主見 我相對比我看好 Tesla 中長線的發展 和股價 但是我覺得 起碼要正式升穿 因為它現在公佈了 Investor Day 之後回落 不要緊 至少升穿210元的位置 才有機會進一步升浪的形態 納指和美股 暫時是這麼多 畢竟做影片 也不想做到太長 做到太長 也被人說 OK 但3月份的美股 我再補充 未必是這麼快就升 可能要再補充2個星期 或是等到加息 宣佈完之後再升 也不奇怪 結果想知道 這麼多美股的東西 可以來我們講座 3月份的講座 好了 我們最後來到A股 上證指導大A市場 上證這麼多年來 看圖表的技術 似乎都不大 因為我個人覺得 近乎都沒有圖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在圖表上 看到有一個是升幅 很明顯這段是升幅 的行程 在一浪高於一浪 已經是屬於這個 一段時間 不過我們Youtube 甚至有講 上證指數和A股 我們自己學校的課程 就有教 就如接下來 我們的超級行程 神牛股的課程 也有講講A股 有興趣的朋友 你也可以報名 A股現在的概念 就是炒了復蘇 炒了國企和中國放嘴 有些朋友應該都知道 中國M2的伺服在半年 增發了不少 而且A股的玩法 也比港管商多了 也就是這樣說 多了很多其他東西 而且A股永遠都是政策史 而今年阿爺的重心 似乎對自己國內的經濟 會比較重視 所以應該都會向比較安穩發展 起碼不會再打擊自己的Market 我不認為上證指數會大幅破頂 破幾年前的超級大頂 但是距離6338點 要再有一個升幅 我覺得也不困難 所以不喜歡美股 或者捱不了東西 又清清是愛國的 你也可以考慮多點留意A股 牛股那裡也有A股買的 老實說也不困難 最後恆生指數 港股3月份開局 也算是不錯 但是我想分享一個邏輯 就是這樣 港股我們真的要一段段看一段段做 不要整天升到相率比較高 設一個2500-2800的宇宙攻擊目標 即是好像早兩天 3月1日 一支大棍抽獎 成交夠 今個月就看好一點 就看會有相對這麼高的價位 我想說的是 美股、納子、上證A股 我至少敢去幻想 敢去想牛股 有機會出現牛股 至少可以趕出牛股 但是恆生指數 我真的不敢用牛來形容 只會一段一段一段做 其實裡面有些東西是很牛的 看看你怎麼看 5號仔 匯豐60元 對比相似 匯豐60元 那次是何時 我幫你找回 上一次60元 是2019年4月 但是恆生指數 2019年4月 是30萬點 又或者近日 升到飛起的AH股 941中國移動 是62元 對比上一次60元 移動 是2018年 2018年 是24000至28000之間 所以港股牛牛 與其看指數 都可以看回個別的股票 也就是以下的這段說話 去做今天的總結 納子有沒有機會升到 全時高 其實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要比較詳細的角度 美股有沒有機會 有一個相對用牛字來形容 也有機會 上升指數有沒有機會 再向上升多一層 也是有機會 上升指數會不會有超級大牛子 如果要破幾年前的大頂 機會就不是太大 如果有相應的升幅 也不難 那恆生指數有沒有機會升 會升少少 一定有 但是如果要用牛市去形容 我真的不太說得出口 所以一段段做一段段看 還有做股不做市 一直都是恆指的做法 不是香港股指的做法 今天分享到這裡 既然可能有牛市 我們如何炒才能最大化我們的收益 可以參加我們進階期權 講座的朋友 記得點擊下面的連結報名 我到時再親身教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是朱長 下次再見